接着让我们来关心 周末假期的选举活动 深耕地方20多年的瑞瑞乡长候选人陈廖安 这次要将监督乡镇的经验 转为施政的能量 13号的上午举办了 乡长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活动还没有开始 现场已经涌入了满满的支持者 而县长徐真伟也亲自到场站台 希望乡亲能够将选票 投给最了解地方事务的陈廖安 深耕地方20多年的瑞瑞乡长候选人陈廖安 这次要将监督乡镇的经验 转为施政能量 13号上午在瑞瑞乡中华路233号 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活动还没开始 现场已经涌入满满支持者 乡亲们头戴竞选帽 手拿国旗高喊动算 场面超热闹 陈廖安动算 二连县长徐真伟也亲自到场站台 并为瑞士乡长候选人陈廖安及其夫人 披上竞选彩带 我们需要一个处世圆融的乡长 我们需要一个对于乡物 还有对于乡里面的所有的族权文化历史 地景地貌要够了解 才能够跳脱在我们的鸟看3D里面 看到瑞瑞乡整个破话规划 对不对 对不对 对陈廖安有没有这样的拒组这样的条件 有吗 有 有吗 有 陈廖安也一一受战棋给竞选团队 希望在接下来的选战能够起开得胜 我在代表会20年 担任三届的代表会主席 所以对我们本乡的所有大小事务 本乡的建设 过去与未来都非常地了解 所以这是来参选我们第19届的对象相掌 在我的证件里面总共有提出14件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行政效力的提升 来为我们百姓解决我们不耽搁的案件 让我们百姓能够得到及时的服务 这是我首要的一个证件 我想请走请耕耘请拜托 这是每个候选人的必须要的条件 在未来的13天 我也会继续来拜托我们的乡亲给我支持 并且来宣扬我的政治理念 获得他们的认同 我想如果乡亲可以认同支持我 让未来瑞乡能够更进步 更发展我有绝对的信心 瑞瑞乡长候选人陈廖安 以过往的问证经验发掘地方问题 这次也提出了14项证件 其中包含改善车站动线交通 增设停车场强化观光 规划农特产品展售 并尊重各部落的特色发展 面对少子化也提出 加码2万元的鼓励生育金 并提供亲自友善油气环境 打造全新的运动公园 让孩子们能在瑞瑞乡快乐健康的长大 记者徐立琴瑞瑞乡报导